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 我是妮如 今天呢又收到斯文給我的挑戰 就是要穿著漢服去大道城 逛一天的街 有夠麻煩 所以呢 算很麻煩 但是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 所以今天呢就是我一定換我的禮包 等一下就打扮成 我是買糖妝 好 然後來去很優點的光打到這裡 Let's go 好 來開始吧 好 然後我們就現在先打扮完了 就是法式什麼都弄好了 然後現在呢再去大道城之前 我想要去 我都穿得這麼誇張 然後等一下換上鞋子之後 我們就去找找公司的人看看 大家覺得怎麼樣 GO 來一下 你有看到我的衣服嗎 有啊 怎麼會怎麼樣 好囉 好囉 那你可以再發表大一點的心得感想 我覺得還蠻適合的啊 對啊 有不一樣的風格感覺 所以是好看的還是不一樣的 好看的啊 好看的啊 那和服跟這個學 和服 然後他待會兒要去大道城這樣走一天 這麼酷啊 那你覺得很丟你嗎 不會吧 算這樣在大道城我絕不會啊 欸大道城是齊鵬嗎 喔跟 就風格是一樣中國風嗎 這是唐朝欸 這是唐朝欸 這中國風啊不會到太陽 你穿和服 在大道城我們不要影響出 好喔 好吧 那下次穿和服囉 謝謝囉 我看你看 哈哈 你有沒有看到發布 大道城我在大道城逛一點 大道城你這也很遠欸 對啊 我們要搭計程車去大道城 可是好像是年後大街啊 紅色跟那個 他是年後的 他是年後的 不是就是新年的感覺嗎 所以其實你不覺得很好看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不覺得很好看對不對 其實蠻好看的 你放在你的胸口上說 真的蠻好看的 一定 他就是要被高腰 對但楊貴妃可能抱怨 對我剛剛也在下角 我也是有C好嗎 但是你頭上這些東西是怎麼抓到的 我買你大四個 所以你覺得 所以其實就是把這個下半身切掉 就是上半身還不錯這樣 那你還不錯 頭還不錯 那你覺得我這樣可以嗎 蠻好看的呀 你知道你是說實話嗎 你知道你是說實話嗎 是唐朝的衣服沒錯 他有認出這是唐朝的衣服 對 他有發現他不是就是 唐朝的衣服 他好像是編繪這樣子 對就是他是高的 對 如果不是抱人的話 就會像我一樣很尷尬 就會像我一樣很尷尬 你摸這衣服好看嗎 非常好看 真的嗎 是人好看還是衣服好看 兩邊都好看 哇很會講話 我覺得這衣服 他有一套很漢服 我們現在這個講的這個是唐代人 可是我漢服就是 因為他本來就是有那種 特別高級的 又有那種特別 看起來就是很不同的 他這個一看上去 覺得是有質感的 所以我覺得是好看的 再加上好看 是很用心 謝謝 謝謝 很棒很棒 原來我穿這樣子怎麼樣 蠻特別的 特別是就是 有點像那個韓國的 韓國 但這是 喔這是 韓服 對中國的 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要穿這個 因為就是斯文就是要我穿他 因為他一個任務 他要穿成這樣去大道圈 大道圈 一起逛街 你覺得丟臉嗎 還不會 我覺得會有人想要跟你拍照 真的嗎 那你喜歡嗎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我不敢這樣看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我好像就這樣子 我幹嘛 我等一下就要去打造成 然後 你看剛剛同事的反應 就一整個很緊張 怕怕的 那我現在到了大道圈 然後我們現在第一個要去逛的地方是 大道圈的博物館 就是後面那邊 對 走吧走吧 喔喔喔 看到很多人都用奇怪眼神看我 它現在是燈的展覽 下面是不是有豆花可以吃 哈哈哈哈 吃東西吃東西 走 這就是沒有人 在這邊 喝一杯 拿來 打擾 你會不會想要 你看看 你會不會想要 真的嗎 但 如果你沒有想要 吃東西 滿足的 你會不會想要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小动物 这个是 那个声音版 我把它倒过来它就有声音 因为它就是这一根里面有插很多 它不是有很多洞洞 它就插很多钉子 钉进去 然后里面有放豆子 所以它豆子小起来就会碰到那个竹子 就很漂亮的声音 我是很聪明 我是很聪明 还不会像这种玻璃吊着 然后点灯都很可爱 对不对 如果把它挂在这边然后点灯 就会变得像魔法一样 那我上个吼的特效 那我上个吼的特效 那个片尸觉得痛苦 欸 我刚刚远看以为是捕鼠龙欸 不是 如果带这个包包上街 给大家这里 然后在里面放一些 假那个 不是 一片的老鼠 那还不是我们上街 最新时尚 会不会下方 那为什么今天要穿着汉服来逛大街呢 其实是因为有一款超级精美的手游出了 那就是圣堂妖帽 圣堂妖梦是一款以圣堂为背景的3D卡牌妖怪手游 融合东方的古风美学 如果你也想要跟穿着漂亮的古风妹子约会的话 就赶快来玩这款手游吧 它的画风极度精美 而且呢你可以编撰自己的妖怪百科全书 你是不是很心动呢 如果是的话 赶快点击下方点接下载圣堂妖梦吧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留言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的IG 按赞我的粉丝团 打开小铃铛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不会啊 你蛮好看的呀 蛮好看的吗 那你愿意清我一口吗 这合法吗